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节外皮娱乐对外发表了 TWICE成员成员因心理上的状况 感到极大的紧张以及不安 公司在与成员成员们的讨论后判断 必须采取专业的医疗处置以及彻底的敬仰 艺人的健康是公司最优先考虑的部分 所以成员会暂停包括正规第二张专辑的所有活动 TWICE成员成员因为健康上的问题 决定不参与这次回归的所有活动 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粉丝们应该知道 成员在今年6月份 Murimur回归一个礼拜之前 因为Murimur动过手术也住院了好几天 但是为了不让粉丝们担心 还是忍痛上了打歌舞台 而在8月9号线上演唱会的时候 成员也是坐着表演了舞台 所以如果不是实在是坚持不住 成员是不会决定停止活动 况且这次还是正规第二张专辑的回归 希望TWICE的二节成员能够好好休息 恢复健康 停止活动再久也没关系 不管休息多久 粉丝们会一直等待的 然后就是 去年这个时候 成员米娜 因为恐慌障碍停止了很长一段活动的时候 就有一大堆 黄圈里的无脑们 在秀自己的低智商 啊 无脑的话是没智商吗 有的没的在人身攻击因病停止活动的米娜 看了都很恶心 希望不要再次证明自己是个傻逼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每个人的审美观都不一样 我觉得帅的人可能别人觉得不帅 别人觉得帅的人 有可能我觉得不怎么样 换句话说 全世界60亿人口当中 也一定会有 觉得我很帅的人 不过真正帅的人 就算不是你喜欢的类型的帅 你也是不能否认他的帅 所以接下来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最近几乎大部分的韩国网友们都认同的 四代男团当中 最有名的颜值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哇 艾琳跟YuJu制作的 在YuJu自己一个人出演音乐节目的时候 可能因为是太紧张 拿着麦克风的手一直发抖 这个时候艾琳握住YuJu的手腕说了 怎么这么发抖呢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哇 好甜蜜 艾琳女生看了都这么有魅力 如果是男生 十有八九应该会迷上吧 两个人都看起来很紧张 又暖又可爱 真的很像大姐姐对待妹妹一样 这么突然的握住手腕 好激动 这个时候因为UGEN一个人出演 所以非常紧张 而艾琳在旁边这样照顾 身为粉丝真的觉得很感动 天使啊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